行政日上午公布新一波内阁人事异动 教育部政务次长由现任文藻外语大学的校长林思琳接任 陆委会特任副主委张显耀因为家庭因素请辞获准 张显耀因为母亲健康状况不佳而请辞 主委王玉琪虽然未留但最后还是勉强批准 而张显耀请辞后也引发陆委会高层一连串的职务异动 张显耀的职缺由政务副主委林祖嘉接任 林祖嘉的原职务由海集会副秘书长施惠分补上 由于张显耀身兼海集会副董事长和秘书长这两个职务 未来也可能换人